亲爱的弟兄,朋友,今天我神经久长老要和你们分享主耶稣的教训, 要和你们分享到安息日的关系,主上帝表示他对人类的爱,就在这个安息日里面可以看到。 上帝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人类的爱在各方面,在我们环境周围里面,周围都可以看到上帝的爱显示出来。 很多很多方面,要是我们注意了,要是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 我们可以观察很多事,很多事情,很多东西,可以做结论, 结论说,这就是上帝所爱人类的显示,所爱人类的表现。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身体,在我们身体器官里面,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器官, 我们首先,我们会承认,会承认说,这些器官的功能,这些器官的作用, 这些器官能够和另外一个器官合同,这些等等,我们看了我们就知道说,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应该是有创造主,创造主所创造,创造主所安排,创造主的计划, 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是有创造主。 那有了创造主,我们就可以,可以很详细的观察,就可以体会,可以体会到,这些东西发生了, 所以,我们就因为,就因为上帝的爱,尤其,尤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是最特别。 我今天,要和你们分享说,上帝的爱是在哪里呢? 上帝的爱,显示在安息日,上帝安排了安息日给我们,那我们,这就是表示了上帝对人类的爱。 那什么是安息日呢? 安息日是很简单,安息日就这样,过去我也和你们分享了, 就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是创造者。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相信,说上帝说有上帝是创造主。 我们一定要先相信这一点,其实这一点不是很难的,要相信。 如果你想一想,多考虑一下,多考虑一下,你就会接受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就是说有创造主。 那创造主,还有圣经里边,说创造主是有生命的,是活的。 那这一点呢,这一点我对我来说是很,不是不病不难,要相信也不难。 为什么呢? 我一直相信说,我们,你看看我们,我们自己有生命,我们自己有存在。 那我可能吗?我们这个生命啊,从那个石头啊,从地里面出来啊,就是说,就是说,有生命的,一定是从有生命的开始。 我是不相信,不相信也觉得不可信,就是说,如果你说,我们的生命是从别地方,从那个无生命,从无生命起断,起死。 那,这个信法,这个道理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不要接受。 我宁愿接受说,生命的起断是来自有生命的,对不对? 那,有生命的是谁呢? 有生命的,当然是,是创造主。创造主是一切生命的来源。 这样,如果我们相信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圣经里边,所一切的教训。 圣经里边写下来的,我是相信说,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为什么呢? 因为,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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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圣经,是不是一个作者,是有好多作者,好多作者。 那,他们写的,就不会像冲突,都很,都很,就说,都不会冲突,都会相同,相似的说法,理由。 就是这样,那,这是,这是,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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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这个是,我们就相信说,这个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 那,这样,有了神的启示,我们就相信,圣经里边所写的,是真理,是不会改变,是永恒的。 是这样,那,那么,既然我们相信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相信,创造主,开始创造这世界的情况。 在圣经里边,所写的,说,神创造这个世界,六天,一共六天。 第一天,第一天,神创造了阳光,创造了光线。 第二天,神创造了天空。 第三天,神创造了,创造了树木花草。 就把水,就把水,弄在一边,把,啊,把,啊,把地,地,地,地都有,都,都,都有,地了,啊, 啊,把地上都弄在一边,还有就是树木花草。 这是第三天 第四天神创造太阳和月亮 第五天神创造鸟 在空中里面的鸟 和鱼在水里的鱼 那是第五天 第六天神创造动物 就在地上的动物 爬行的动物 最后神创造人类 我们可以点出来说 这就是神对人类的爱 为什么呢 神创造人类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件事 这为什么呢 因为神把每一天准备好 每一天神用他的才能 用他的智慧 把创造各种各样 按照他的计划 那每一天 比如说他第一天他创造了光线 他就觉得好 每一天他都说好 完成了创造的每一天他都说好 可是呢 他创造人到最后他说很好 这样就好像比较的话 好像一个画家 一个画家要画一张图片 画一张图片 他摆在他的前面 那这张图片呢 他是有规律 有规律的按照一段一段来画 按照他分成 把这张图片分成六组 分成六组 就第一组 他就开始先开始画了第一组 哦 画好了第一组 他就说好 继续再画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第六组 就好像神 创造这个世界一样 总共是六天 可是第七天呢 第七天神说 这一天 第七天呢 是休息了 神说 休息了 我要给你们 读圣经 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 我们来读一下 他说 第二章 这个创世纪第二章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 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谢了他 一切的功 安息了 他说 到第七日 第七天 神就停止了 就休息了 就不再继续的 创造 也停了其他的功 因为 这一天 是 是休息的 是安息的 是这样 那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说安息日 是第七天 是神 为了人类 为了人类 而照这一天 我来打开 圣经 马可 圣经 马可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第二章 第二十七节 给你们 读一遍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 是为人 设立的 人不是 为安息日 设立的 这是主耶稣 所说的 所以 主耶稣 是安息日的主 主耶稣说 设立这个第七天 安息日 是为了人类 是这样 那我们说 是为了人类 意思就是说 为了人类的好处 为了人类的益处 那我们说 什么好处呢 有第七天 第七天的好处 就是说 上帝停止了 什么工作都不做了 那这样的话 他就全心全力 把这一天 集中到 休息 休息了 那他就希望 希望人类 也同样的 休息 神 他说 你们 也 一样的 就说 我给你们 做了榜样 你们 也是一样的 你们 可以 工作 工作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就说 一个星期里边 你们工作了 六天 可是第七天 要休息 这个是 看得出来说 神 是 是 是知道 情况 神 他 我要给你们 读 说神 可以 他 可以 预先 可以事先 知道说 将来 将来 人的 需要 是需要 休息 一天 到现在 我们也 也承认 说我们 地缺 是需要 休息 一天的 工作 如 当然 很多人 为了要 赚 一大把钱 那就 没有 休息 的一天 一个星期 有七天 他们 就 工作了 七天 没有 休息了 那 神 他 知道说 我们 需要 休息 所以 那 在 这个 这个 启示 在 这个 启示 我要 给你们 读 说 在 这个 启示 路 第一章 启示 路 第一章 启示 路 第一章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俄梅阿。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起先,我也是最后的。 就是说,神知道现在,知道将来,将来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说,神是起点,也是终点。 起点和终点,神都知道。 神知道这样的话,神就设立了安息日给我们。 因为他知道说,我们需要安息日。 为什么呢?安息日就很重要。 安息日就好像,好像一部车子,一部车子要加油。 你油完了就要加油。 安息日也同样的,要休息来加油。 那,问题是说,加什么油呢? 我们加油,这个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圣灵,圣灵的油。 实际上,圣灵的油。 那,安息日,那如果再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说,爸爸妈妈在家里,那爸爸妈妈都工作了,每个人都工作,忙了。 那,小孩子上学了,也忙了,一共五天六天,可是有一天,爸爸妈妈休息了,也希望子女也休息了。 子女也休息了,大家就来见见面,大家就来团聚,大家就来互相说笑,互相考虑,互相检讨。 就是这样,我记得,我要,要月好,要去看朋友,要去看长官,也都要月,所以这个,神定了,这个第七天,是一个,一个月会,要和人类月会的日子。 那,这就是人类月会的日子。 当然是人类月会的日子。 因为,圣经说,这一天,神祝福这一天。那,神祝福第七天。 那,我们说,第七天,是我们要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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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神做这个,做这个礼拜,来,就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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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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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都休息了 所以这第七天 第七日 跟其他 日子 是不一样的 那有些人说 我第七天是礼拜六 我礼拜六有事情 我可以把 第一天 礼拜一或者礼拜二 来代替吗 来代替礼拜六吗 不能代替 礼拜六和其他的 日子是不一样 神没有 祝福 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六 可是神特别 祝福 星期六 星期六就是 第七天 星期六就是 第七日 就是这样 所以其他的日子 和这个第七日 是不一样 而且不能改变 神所讲的 神所吩咐的 我们人类 没有那个资格 没有那个资格 来改变 所以我们要去教堂 要去教会 我们是说 去安息日 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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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其他的 去教堂 去教会 是礼拜天 星期日 那是我们要另外 讨论 另外讨论说 他们 没有按照圣经 所讲的 没有按照圣经 神的吩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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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 我们 改 下次 有机会 再和你们 讨论 这个问题 可是今天呢 就要和你们 分享说 第七日 神 祝福 第七日 所以 第七日 是 神 固定的日子 要我们来看他 那 我们 就有一个 很好的机会 来看神 第七 安息日 我们叫做安息日 那我们 我们来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好处吗 当然 有很多 好处 祝福 所谓 祝福 祝福 就是说 神要给 很多很多 事情 很多好事情 发生 在我们 身上 这个叫做 祝福 那 我们 这个是 我觉得 很感谢神 为什么 因为 如果 我们 来看看 现在的 时代 现在的 时代 如果 没有 按照 圣经 所讲 说 我们 第七天 是我们 安息日 我们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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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要来 和神 相会 要来 和神 做礼拜 那 我们 每一天 每一天 在这个社会里面 都 花了时间 没有 没有什么 时间 来 和神 相处 当然 我们 有做 祷告 星期一 到 星期五 就是说 每一天 我们 可以 寻找 神 做 祷告 什么 私人的 私人的 来 向 神 接触 可是 安息日 就是 一个 整体 一个 整体 每一个家庭 到了 教堂 到了 教会 来 那 大家 来 拜神 这一天 大家 把 其他的 工作 都放下了 那 放下了 我们这样的话 就全 就献给 神 用我们的 全 身心 献了 给神 我们 在这个 在这个圣经 我要给你们 读一下 在这个 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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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二十 二十 张 二十 张 从 我要给你们 读一下 二十 张说 我是 耶和华 你的 神 神 将 你 从埃及 地位 奴 之家 领 出来 就说 神要提醒 要提醒 说 我们 不要忘记了 不要忘记了 神 把 以色列 以色列的 民族 把他 救出来 从埃及 救出来 因为 他们 在埃及 那边 的生活 就是 奴隶的 生活 可是 这个 也是 也是 给我们 这个 这个信息 也是 给我们的 因为 我们 在 这个世界 目前 也算 是 一个 奴隶 一个奴隶 在 世上的 奴隶 我们 有 很多 很多 情况 我们 是 就是 奴隶 就 做一个 比例 一个比例 就是说 我们 往往 不是 就是说 就是 无职的 奴隶 或者 金钱的 奴隶 或者 生活的 奴隶 那 很简单的 一个比喻 就是说 我 有一天 有一次 从前 好几年 前 我买了 一部 新车 新车 就觉得 我花了 一半天 的时间 把它 洗净啊 把它 就是说 把它擦光啊 把它弄得 很 很干净 很明亮的 那 这样 花费了 一半天 的时间 这样的话 就等于 无职 无职的 奴隶 就变成 这部 车子的 奴隶 就是这样 有一些人呢 就 花了 很多 时间 为了 要 赚很多 钱 就把 自己的 生命 都当了 当了 奴隶 就是这样 所以 神 所以神是 知道的 我们的 情况 神就给我们 有一个 安息日 那神说 神要把我们 救 从奴隶的 生活 救出来 但是呢 我们要 听从 要听从 神的 旨意 就是说 安息日 要 要 休息 要 要把 工作都 停下来 要把 身心 都 集中到 神这边 来 那 如果这样 做的话 我们就 能够 得到 祝福 安息日 是 一个 很 特别的 日子 是神 特别的 设计 给我们 因为 祂的 爱 因为 祂知道说 我们的 生活 情形 是怎样 要不是 要不是 祂的 祂的 启示 给 一些 先知 写下来 我们就 没有 有这个 常识 所以 安息日 就是 表现了 表现了 神 对人类的 爱 这个 这个是 很重要 那 我们 要得到 安息日的 利益 怎样 要 要看看 我们 每个人的 经验 经历 如果 我们按照 神的 指示 去 生活 那 我们的 生活 和别人的 生活 就不一样 我们应该 是得到 满足 和快乐 的生活 因为 神的 主义 是真理的 所以 今天 是要 给大家 分享 分享 说 安息日 是神 为了 爱人类 神 设立的 当然 神的 爱 表现 出来 是 好几 方面 可是 我们 今天 我们 看得 很清楚 神 要 我们 停止 要 我们 有 一个 安息日 安息日 是要 我们的 心 平静 下来 那 心 平静 下来 我们 才能够 听到 神 的 声音 我们 才能够 听到 神的 指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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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请大家 对 亲戚朋友 讲一讲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说 我们这边 有 讲国语的 分享 圣经 的 指示 请 请 请 他们 也有机会 来 听听看 因为 圣经里面 我所 给你们 分享的 是真理 真理 是 真理 是不死的 真理 是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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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真理 所以 我们 有了 真理 我们 就有了 希望 因为 在这个 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 希望 圣经里面 所指示的 都是 实现了 都是成了 真的 故事 圣经里面 所 所 意言 就 变成了 真实的 我们 有 很多 例子 可以 给你们 可以 分享 给你们 分享 可是 今天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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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就说 我们谈到 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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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没有 安息日 像 现在 现在的 社会 是 不管 安息日 为什么 因为 我们 这个电脑 什么东西 每一个人都忙着 电脑 每一个人都 花会了 一整天 都是 在看电脑 用电脑 这个 给电脑 吸引了 给电脑 迷入了 神的话 神的指示 都不管了 所以这是 相当危险 这是 这样下去 我们的生活 就 没有 目的 没有目标 神 神 所 给我们的 目的 和目标 都 都放了 一遍 因为 这个圣经 是 好像 地图 圣经 好像地图 圣经 的 教训 就 慢慢地 指导 带我们 往 神的 土地 往 天地 神的 神的 主义 所以 我们 有了 神的 主义 我们就 有了 信心 我们就 有了 目标 目的 我们就 有了 希望 所以 今天 我们的 时间 已经 到了 下次 我们 还 还 还要 讲到 神 对人类 对人类的 爱 的 另外 一个 角度 因为 我们要 常常 提起 神 对人类 的 爱 如果 我们 不常 提起 的话 我们 生活 就 负劣 就看不到 神的 爱 我们 看不到 神的 爱 我们 就 对 圣经的 教训 都不感 兴趣 而且 对生活 也不 感 兴趣 所以 我们 需要 了解 我们 需要 知道 神 的 爱 这样的话 我们 活下去 是 就 比较 有意识 比较 有意义 就 这样 今天 我就 和你们 分享到 现在为止 那 下一次 我们再见 我们再来 看看 神的 主义 神的爱 是在 什么地方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